我感觉杨先生是已经做好了完全的准备需要分手 他到这里来就更希望能明确的分手 然后更加简单的分手 我也认为你们走下去的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 挺简单的 第一个方面我觉得你们俩并没有建立感情基础 然后就碰到了最危险的东西 这种再婚两个因素是最大的考验 用通俗的话来说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票子 没有比较好的情感基础 那这两个问题是不能轻易去开口 去表态 去处理的 我在听你们讲述的时候 我心里面会说 为什么都不能非常主动地去避开这个危险的话题 你要是说买买单 买些礼物 或者紧急时候 不得不要涉及到金钱的时候 那可以把这个钱拿出来 或者说向对方开口 除了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是要千万小心 反过来 反过来 尤其是在杨先生的观念当中 他是用经济关系来检验情感关系 然后你很快就发现 情感关系果然受不了检验 你会认为 王女士 没有把全心拿进来 我个人提醒两位 不要用这个简单地去判断 对方 对自己 对婚姻究竟怎样 我也在仔细看杨先生 杨先生 按你的前妻的说法 是个不错的男人 可是 这并不代表生活里面的成熟 我看到的是 杨先生两块 第一块 我认为你的社会生活经验很少 你长期以来 可能是在比较简单的工作里面 沉浸了几十年 所以 在那个阶段 别人对你的评价 也是比较的单纯 第二块 我认为 杨先生的性格里面 过度的拘谨 不安全 容易对其他人 产生简单的信任 或者简单的怀疑 所以跟你相处 如果找不到规律的话 或者内容变复杂的话 很快就会变得很累 王女士 她是有社会经验的人 她其实是相对来讲 在某些方面还算成熟 但她在你面前 有一种不知道做什么 怎么做 才能够让你信任她 才能让你开心 所以当你遇到王女士之后 其实你是展开了 很美丽的想象 你会认为 这个看上去 挺能干 可靠的女人 可以帮上你的大忙 但是很遗憾的是 王女士她的力量 真的是有限 她的有限 在你看来 就是虚伪 她的无力 在你看来 就是隐瞒 因为你有你的判断 你坚信你的判断 你是一个 心胸还不太开阔 经验还不太丰富 做事还不太成熟的男人 后来 你卖掉房子 你依然拿出20万块钱 因为在那一刻 你还是相信王女士 或者说她手里 当时那个工程 这依然是反映出一种急躁 调解团队的意见很统一 认为两人的婚姻困难重重 很难看到希望 对于未来的选择 调解员胡建云建议 进入密室再行协商 一上场杨先生表示 他抱着必分的决心 你目前的 这个想法是什么样的 我有分析 没有立分 我把自己的拉回来 我不跟他过来 确定了杨先生的想法后 观察员徐磊 也到密室里 询问了王女士 对婚姻的态度 调解团队认为 应该理解并尊重双方的决定 而工作重点 放在帮助两人 理清财产纠纷上 首先观察员徐磊 希望王女士 能够看到杨先生的难处 在分手之际 在经济问题上 不过多计较 由于徐磊的建议 王女士也表示愿意接受 场上杨先生 向律师张恒表示 他希望退出合作关系 拿回他的本金 杨先生计算着两人的经济往来 希望能分得清清楚楚 对于杨先生的退出 王女士表示愿意接受 但是对于如何返还这笔费用 他表示有现实的困难 对于王女士的分期付款的要求 想要算得清清楚楚的杨先生 能够同意吗 在最后的分手之际 他们能不能相互体谅 给对方一个温暖的告别呢 我们从密室出来以后 继续回到调解的现场 来看看王女士和杨先生 两位 最后两个人还是决定 和平分手 对吧 跟他认识是缘分 感恩过 开心过 也有过痛苦的生活 现在我觉得放开 对大家都是一种解脱 也许放开之后 他也会过得更好 我也不许到外面去喷勃了 其实我跟他到一起 到外面去喷勃 也就是想 把生活过好一点 一家人 我夫妻过 我不后悔 杨先生呢 就愿他 今后过得幸福吧 家家有备 难免得进吧 就是走到今天的话 大家都有责任嘛 现在 可能生活在一种 精神压力之中嘛 可能这解放了以后 可能我 没这么的压力吧 可以更好地想清楚 自己的生活怎么安排 可以更好地 把自己的女儿带好吧 双方理性地选择了 分开 各自过好自己的生活 调解团队也为双方 拟定了以下的协议 第一大条的内容是说 男女双方自愿解除婚姻关系 并按本协议约定的内容 共同到婚姻登记管理部门 办理协议离婚登记 第一条 女方于办理离婚登记当日 向男方一次性偿还 借款人民币10万元 女方按借款余额 本金人民币169000元 于办理离婚登记后 一年内 向男方偿还完毕 第三条 男女双方婚内购买的 手机摩基 购置价22400元 离婚后归男方个人所有 第四条 男女双方婚内购买的 车辆归女方所有 第五条 男女双方婚内各自名义 对外所借债务 属于各自名下的个人债务 离婚后各自负责对外偿还 第二大条是 男女双方均感谢 对方曾经对婚姻和家庭的付出 并承诺离婚后保持互相尊重 不得以任何理由 再打扰对方近后的生活和工作 杨先生和王女士 他们都是带着美好的愿望 进入婚姻的 都想着同甘共苦 携手撑起一个家 可是最后为何会事与愿违呢 其实是在进入婚姻时的心态 出了问题 他们都有需求 可是他们都太急切地索取 看对方能给我什么 而忘了看我能给对方什么 其实在婚姻中 付出往往能比索取 换来更多的东西 你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尊重 还能让感情更加坚定 而这些才能换来 夫妻俩的同甘共苦 风雨雨共